大家好,Lecture時間 哪一天播出就是哪一天,本來是星期日做的 星期日剛剛流感好了,新冠流感好了 懶了懶的,這些不應該沒有了,整理它 可能星期日又懶了懶的,但是Lecture應該是做的 有些事情想定的,想講一些理論的 第五個自信,其實是不理論的 我正在想,如果你說阿超這麼喜歡接受這個訪問 二十大報告又開研討會,那班這樣的大佬 如果給我訪問他,我就說二十大 習大大講到第五個自信 四個自信之後再加了一個自信 第五大自信,歷史自信 那你怎麼評價這個五大自信 那我想,阿超呆了都沒聽過 他做一些報告一句話說,是有一句這樣說的 也有些理論家,有談及的 大多數沒有談及的,二十大有很多話說的 就是要確立,幾個原則堅持,這些我們都聽過了 就是呢,增強這個四個意識 這個去年已經在講的了,是不是? 有聽過這些東西 現在少說了,就是他還沒連任 他連任前呢,就吹噓得很緊要 那這幾個意思呢?有政治意識 有大國意識,核心意識 看齊意識,這些意識全部都是 應對著不斷革命的鬥爭理論,是不是? 那自我革命,是不是?我介紹過了,阿習 那又,你知道一般講 評論這個中國政治,很少這麼有理論水準去講這些 那其他那些,我反而可能沒有那些 那些中國問題專家這麼純熟 那些人士啊,那些 但是,那些我不熟 講理論的東西,我喜歡的,我讀哲學的,是不是? 那尤其是講到這麼宏觀的東西,是不是? 那我就被留意了,因為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我又介紹這個革命的理論啊? 要講講馬克思啊,因為這些就是 共產黨現在那套東西背後的 唯物辯證啊,階級鬥爭啊,馬克思啊,這些東西 其實是,他現在是用著 而且是他的指導思想來的嘛 那如果這些東西,但是一般人不懂這些東西,是不是? 那我叫他認識一點,就講一下,是不是? 那大家,又不要當我,什麼都認識,是不是? 不過你說這些概念,你有些在腦裡 那你分析一下,就是看一下那些 哎,那些KOL,是不是只是看新聞 就做了評論員呢? 那就不是很賀的,是不是? 當然是誰都由看新聞開始做評論的,包括我,是不是? 但是應該都認識一點,有時候要搞理論 不認識也好,多少要認識一點,而且掌握這些東西 那你又不要看著它,治國它就是靠這些的,是不是? 那有沒有水平跟不跟得上,跟不跟黨中央 跟不跟到國家主席的思路呢?其實都是看這些的 這些才有水平 那你說什麼呢?我現在講五個自信 習近平的五個自信,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下面給你一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是不是? 就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來是四個自信 本來不是四個自信,本來是三個自信 習近平加成四個自信,去到最後這次二十大呢 就寫了黨章,就要有五個自信 第五個自信,就是文化自信 那麼宏觀,那麼偉大的戰略 當然要去研究一下,我不是做了很多研究 不是看了很多資料,因為找不到很多資料 就是不是很多理論家在講這件事情 就算是前幾個自信,都不是這麼多人講的 那代表什麼呢?代表呢? 就是老閘呢,其實都是個口號,講草包 就算有人發揮,講文章發揮 那都不成一個很齊整的體系 都是各自在那個名稱那裡 發揮一下,那就沒有統一的理論 但是你可以當它是一個普通名詞 我們有自信,講什麼自信? 我們國家有自信,歷史有自信 我們現在的體制,體制那個你也聽過了 我們不搞你那一套,很流行這樣講的 那體制是什麼呢?這樣 如果你說有體制自信 再推前一些,清朝都有體制自信 我們的大清幾千,幾百年的 積累下來的經驗,是不是? 後面還有五千年,是不是? 帝王文明,是不是? 曾經有唐又漢,很強大 清都是強大,沒有,元朝又強大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自信 歷史的自信,這樣就對了,已經是的了 就是因為不需要怎樣 因為沒有什麼理論加出來 善釋過或者有一套理論是怎樣的 各自可以解說這些事情 那就這樣好了,大家就整天抓住路閘 一句半句,看看他有什麼說 他又沒有什麼說 他又沒有什麼特別豐富的解釋他這些事情 在他的意識裡面都不外乎 這些事情我們都是這個人 我們就做得這麼成功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有這些自信 我們就不用說西方那些什麼? 民主、自由啊這些 我們不要這一套 這樣,這樣就否定了別人 那他就解決N這樣的問題 但是,你又沒有流行地 你無論中國憲法 包括他們 那些什麼報告 他永遠都會拿民主出來說的 又不敢不說 為什麼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和的意思就是民主的意思 是吧? 就是羅馬的時候叫共和 共和開始就是取消帝制 就是不會有帝制 所以現在縱然它是紅色帝制 就是一個變相的帝制也好 它不承認自己有帝制 那它是共和 共和就是民主 就是有選舉有成的 那它有的嘛 是吧? 改頭換面而已 那這些是我的體制 就是這樣 那你要知道那套東西 那那套東西 又有人買的 你信不信呢? 就是你共產黨員 香港那些 覺得OK的 就是跟我們的民主意識 完全西化了 大多數香港人 核心價值、人權 那都沒得說 我們民主化過 尤其是欠民主的過程 都是一個民主化過程 那縱然現在是被打了下去 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就入腦了 還有我們是承傳了口傳 還有西方有這麼強大的民主 這麼多元的民主 花樣百出的民主 不同國家不同制度的民主 那都是仰慕啦 那你不要說 不要說我們不跟 那孫中山 那權戀法就是有民主在裡面 清楚人家是要學的 那你老毛都講過民主 這麼多代領導人都不敢 將民主放棄了出去的 是不是? 主權在民嘛 中國憲法第二條 所有權力來自人民 是不是? 中華人民各國的權力在人民那裡 那這個就是民主思想 對的 你不能夠說不是的 跟著它具體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最民主了 那很多東西當然就這樣輕輕大過 那就千秋萬代 繼續它自己那套東西啦 有些像帝制啊 它都是一套 一套制度 行遲 有效幾千年的 西方都幾千年的 帝制 大家就是 就是 我都是讀到哲學 什麼民主哲學 哲學裡面 講政治哲學裡面的民主 才知道原來是十九世紀中 馬克思不上下了 才知道民主有一種最主要的論述 之前呢 很多我們知道那些 哇很偉大的哲學家 麥特斯科 是 盧梭啦 John Law 我們以為民主 全部都反對民主 原來 你不知道啊 哈哈 他們只是說 要以自由 要社會契約 那麥特斯科三權分立 那個行政權是指王權 是嗎 議會有議會立法權 他那個時代的議會 只不過是貴族組成的議會 他並不是我們現在的意識裡面 就是馬克思高之後才有 法國大革命 才有正式是主權在民 這些這樣的思想 他那時候的三權分立 沒有說過是民主的 現在我們口說三權分立 這些基礎的事情 基本的事情 很多人是不知道搞錯的 不是啊 勞梭都不講民主 當然是不講民主 是 這個 City of God 才可以行民主 就是要嘲笑的 當然民主的觀念不是沒有 古希臘那時候有了 就是 從來都有人 拿出來講的 但是他認為是不行的 他們都是在君主立憲 王權之下改良 是 所以到我們中國呢 其實啦 什麼梁啟超啊 什麼什麼 就是清末那個 就是 變法 百日為新 其實他們都是想把 英國 那套 那算是厲害的了 算是厲害的了 甚至乎 孫中山 丟出這件事 到 他來歐洲 正式 說有了民主 已經成了一個主流觀念 北外乎是幾十年了 他已經引入中國的了 孫中山 現在講是 19年 就是 19幾幾年 這樣 20年代 上世紀 十年代 就是 距離西方 都是50年左右 那我也很奇怪 那個意識引入是這麼做的 但是結果就沒有什麼成舊了 那跟我們的傳統太久了 中國的文化傳統 那 稍微軟了一些 這樣都吹了十幾分鐘 那 就是 毛主席都說民主的 那 那 馬克思講民主的 百分之一百 那 蘇維埃社會主義 都是講民主的 那 那我們就引入了這些東西的 那大家就知道 我們都嘲笑過很多 就是你 馬克思就是西方的東西 那你說什麼東西自己 中國傳統幾花弊 那些東西幾好幾好 是不是 那 那 馬克思是西方的 那你就拿來了 馬列普 那孫中山你都沒有扣定 他的三權分 五權憲法 那 那三權裡面 不一樣是有民主 民權 那又是西方的 那很多東西都引入了 那究竟你現在 想說什麼呢 共產黨去到這些 他不會和你慢慢的理論分析 誰敢 在理論上去質疑 共產黨的理論 他獨大的 獨大的 獨大的 所以他呢 就是他自己就是這樣了 那他就很衝梭 這樣 扔了一些論述出來 那我們就是這樣了 但是近年你就發覺 我以前是不敢惡的 是不是 包括八十年代 我們上去交流 自由化的年代 裡面的臭老狗都是很自卑的 沒有的 那時候叫做有機會來香港走 廣州的臭老狗 招待他們 這樣 就是 許保強 那個人有份的 當代中國學會 我們 八十年代去交流 上廣州 跟知識分子 他們一來就看香港的繁榮程度 他們當堂就說 都是西方好 那時候幾乎在面上 現在是不會的 現在中國的臭老狗 很自大 我們不是很強 如果大家認識國內的朋友 是不是 最少覺得我們都不差 那不止現在的 就算我九十年代初去英國的時候 撞到中國出來的時候都很窮 八九之後那些人出來 那些臭老狗出來 都覺得 不是那麼強大 中產階級和我們住在北京 差不多 當然我們那時候幾百元的工資 但是我們可以存到錢 英國的中產階級 沒有錢值 資本資的進步就是這樣 做到大學教授、港師 都是一個普通中產 還要量度 現在差不多 那些電費都省著用 那是中產來的 香港其實這個意識很富裕的 是不是 講遠了 是不是 中國現在都很富裕 那你不是說中國不強嗎? 強了 是不是 你說不富裕嗎? 雖然還有幾億人在窮 那也好 有幾億人很有錢 現在 雖然就是只有一億人左右有護照 因為發行護照 一切到的 夠的了 過一億人 很多人就想你中國過一億人 走來旅遊 最近開放回 西方都看著你那億消費力強的中產 中產階級興起了 這個中產階級都很有中國自信的 小紅粉 那底氣在哪裡呢? 底氣就是你看一下現在 現在的經濟成就 是不是?這十年 鄧小平之後 自信都起來了 那就是自己那套 極權專制的主義 他都覺得是很有信心 那我們當然 包括香港都是 湯家驊早的時候說過 他覺得好 民主不是這個意思 他還讀英國 law 這個人 撐不住 還是民主 公民黨 唉 創黨 其實他讀 law的人是這樣的 不止他的 有些以前的葉錫欣 這些都是好人 只不過他不是在理論上 有深刻去想事情的人 我們這些是因為 就是讀哲學 讀法律 又有研究中國的哲學 傳統啊 歷史啊 法制啊 又比較到西方 我們是這樣比較的情況之下 自然有出一套 就是優劣 客觀的這個 自問就是客觀的 我不會有那種 這個五個字信 這些這樣的字大 是 純粹就是很粗疏的 你覺得這些是什麼呢? 新發財 是吧? 就是你問這些 窮過窮的 以前叫做大天椅 還是怎麼樣? 就是那些 就是新發財的那些有錢人 都是這樣的啦 附庸峰雅啦 懸崖要買一些官啊 又要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慈善事業啊 諸如此類 那很多有錢人都很謙虛的 但是都有些呢 一有錢呢 就自大到不幸的啦 那無異 各行各業 各個領域都有這些人 就是因為一招得志與無倫次的人 那我就整天以為 中國文化幾千年 不至於這麼有事 我們有越加 這些我了解不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的共產黨那幫 臭老狗加起來那幫官員 全部就是這樣啦 那還有一件不好的就是 他們是統一的嘛 單一的嘛 一個調定了 沒有人敢接近的 十幾億人呢 都是跟著這個調 共產黨現在的調 我們強大了 厲害了我們的國 就算是 比較有腦的那些 懂得質疑 除非 就是 變成了維權人士 處於和共產黨對立 或者走了出去啦 否則 基本上他們都是覺得 好的 我們都這樣 就是接受的 基本上 有待改進啦 那已經很厲害了 是應該改一下的 就是有這些意識 還有這些知識分子的臭老狗 因為會想事情 自然會想得闊一些 就是如果你問我 純粹 喂 如果共產黨給你一份好官做 那你又賦予了 做了人上人 甚至可能發出責 跟著共產黨搵食的時候 那你都會啦 我不會的 我始終是發出責 也好 我都是思想型的人 所以就領略計 就是發達還發達 共產黨關著我發出責 我都是會不妥的 是吧 那你讀書人的特性 我相信讀書人還有這個特性 但是現在比較自大 就當然是被人欺負了那麼久 我們的歷史論述 除了你也知道 是說帝國主義怎麼侵漠 就是 Pay victim 你有沒有這個 我還沒教 還沒介紹這個term 現在有個這樣的說法 扮演受害者 從而團結這個人民 這個博文黨時候這樣 就是孫中山時候這樣 孫中山是這樣 中國強弱啊等等 等等等等 就是於是我們一定要努力啊 這樣 很多幾乎所有政治家 都會利用這些東西的 就是民族苦難 有太人也是 就是強調苦難那一面 從事團結 積極 那本來都不是一件 這麼不對的事的 剛才 被日本真的侵略了 到現在還是 那整整一下 美國人都侵略你了 這件事去到這裏 我真的覺得 俄國人侵略過你就是了 看到了 割過你們了 大戰完了有沒有侵佔過你啊 沒有啊 美國人剛才 美國人不流行 美國人是輸出他的民主自由的 我喜歡 當然他背後控制別的國家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經常想控制其他國家 於是乎這些強國 俄國啊 蘇聯啊 蘇聯啊 蘇聯被他搞砸了 東歐很多國家都被他搞砸了 那老共現在呢 他興起崛起了之後呢 又不信和國佬 是吧 因為看歷史嘛 那也都 又不信美國 最好是自己大了 那現在他們就有這個意識了 終於呢 那事實上我們客觀看的 他現在是世界第二嘛 是 國力來講呢 你不要計算人均 人均是另一個比較 就是 如果人均 那這個印度呢 那都還是啊 那將來是將來的事 印度能否捉得到你 人口多過你呢 已經 但是你說 在大家十幾億人裡面 講這個國力的強盛呢 那現在中國的確是 美國以後的第二大強國 這個就是他那個 就是 出現這個三個自信 這裡前面一定 習近平的五個自信 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歷史自信 這五個自信 就是之前呢 其實是三個自信 這樣呢 是 道路自信 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個自信 理論的自信 對於我們制度之下 就是我們的道路 我們的理論 和我們的制度有自信 那這個是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 那是二零一二零十一月 說了出來的 所以不要假設這個就是阿習的東西 成全了的 他只是加料 那 所以你說美國 我經常說 大家還沒看就看 KL要看 買一百幫稅的那本書看 《百年中國夢》 就是呢 人家已經有做這些分析 有介紹過了 是不是有呢 應該好像有講這個 就是呢 你 你以為有民主派 熊貓派 沒有的 就是它一向都是大中華主義的 我們如果反省一下 因為香港被欺負 所以就懂得站在被迫害的人那邊去想事情 我們本來都很喜歡站在那裡共的 堡釣啊 那些香港人不是照去的 哇 台灣說獨立都好像很不妥 以前啊 現在竟然贊成 因為你敢同身手很多東西 那好吧 執德拜了報告它的政治理念 那它是共產黨的 就是 就是 出了的 那是2012年的十大報告 那接著就加了給習近平 習近平承接了這件事情 那胡錦濤都算是江湖 算是最開放 當然也是最混亂的 經濟資本主義發展到最貪污腐敗的 最大的問題 那老闆接了手 開始掌權了 那2014年呢 是 2014年呢 加了這個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那在2016年7月1日呢 習近平慶祝 共產黨九五大周年大會上 它明確加了 這些事情 就是要繼續前進 不忘初心 就需要有四個堅持 那再說一次 第一 第一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道路 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 第二 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 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 道路的自信 第三就是制度 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 第四呢 他加上去 就是習近平加上去 就是習近平加上去 第四個自信 就是文化的自信 那呢 當然在這幾年呢 2017年呢 就是中共 就是他剛剛轉贓 第二任的時候 十九大的時候 四個自信 就寫了入黨章 是 那麼 他也都強調 要自己的學術體系 自己的論述 就是呢 你看一看 好像很複雜 簡單的說 他覺得西方的民主啊 法治啊 人權啊 這麼厲害的 我們有自己一套 你知道最慶的 我們不搞西方一套 不搞三權分立一套 三權也合作 但是他又要 又要拿別人的那些 又要告訴別人 我們有民權法治 那這些又簽了人權公約 但是又不跟了 是很麻煩的 就是老共的思維方式呢 你真是受不了他 但是他又自己 就是矛盾裡面呢 他又自然其說到 又玩得到那個遊戲 我們見了就是這樣了 就 這陣子我以前也介紹過了 又有兩個維護 當然那兩個維護 是他維護習近平 核心的黨中央的 共產黨的領導 這些東西 我們就不需要 因為他現在不再講了 因為已經連任了 中間他也再提出過 有四個意識 增強四個意識 就是老習講的 剛才介紹過的 要有大局意識 就是共產黨員了 政治意識 共產黨員和政府 所有的官員 核心意識 看齊意識 你看看 楊潔篪去屌實 這個 這個 美國國務卿 波林肯 的時候 就是我們用 不是在高處看著我們 平視你們 這個就是 看齊意識 我們是平起平坐的 跟西方 那整班大媽 戰狼 就是 就是吃著這句 其實整套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呢 他是有這些基本的 那不是只有老閘的 他們已經是 一起上西方老的 是有中國特色 就是現在的政治論述 基本上 現在我們說的 世界國際秩序 世界的秩序 其實就是西方式的 包括外交 那些什麼公約啊 國際法啊 這些東西 那它是要一些不要一些 它最厲害的 你知道 跟著不跟著 跟著它打破別人的規矩 就跟著自己那一套 要自己有一套 它其中有一個理論 又學了美國的 美國就每次都不跟著 就是別人的美國人當然有強權 它是強的 就是不好的東西 它又不是的 不好的東西我照顧 不好的東西我又不破 不好的東西我又要學 不對就不學 然後我們自己自覺自成一套 那跟別人永遠有衝突 這個不能夠說我欣賞的 不過說了它這幾個五大自信是什麼呢? 其實我看過阿智就找不到它有什麼特別的理論齊整 其實都是一個簡單的常識 就是我們對我們自己有自信 我們就不要讓它看死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覺得七十年來一直 我們的共產黨認為經濟 七十年來快速增長 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實體了 第一大的製造國家 第一製造大國 第一外匯儲備大國 七十年來跟著人家 兩百年 三百年 就是工業化 西方 你不知道人家齊整 你不是偷了人家的東西過來而已 你不是你自己研發的嘛 所有東西都什麼都是抄的嘛 最近就出事了 但是又不能夠否認它的基礎在這裏 現在去學 當然是好過八十年代那時候去學別人啦 什麼都不懂啦 差很遠啦 所以呢 現在是很有自信的 當然啦 這個自信是 都要你那些老毛那些 養貝韜剛好 那些紅材偉樂好 加鄧小平那些 養貝韜剛 老毛的紅材偉樂 打下基礎 再加上老江的悶聲發大財 那它全部否定啦 又不是否定啦 是它自己有一個新的論述 以前那些不重要啦 就是等於香港起的歷史作為都是不重要的 現在就否定了歷史價值的意義在香港啦 那我們覺得很不妥啦 當然 沒辦法啦 這個就是另一個話題啦 那呢 本來是四大自信的而已 最近 就是去年二十大的時候呢 正式加了一件事 之前它也有提過啦 就是第五大自信 就是歷史自信啦 那歷史有什麼自信呢 不知道 就是五千年歷史就很有自信啦 這樣 那它說有了這些東西啦 我們做事就行了啦 有 有四個意識 五大自信 那我們做事上來就贏了你手啦 這樣 但是 現實來說 現在是最混蛋的時候 最危險的時候 因為全歐美 特別是美帝呢 就領導著西方呢 就是收緊個網 枯死你了 那我們發展到最近 開放了嘛 就是一開放這個 防疫取消了嘛 最近就看到啦 出去就沒什麼人出去啦 沒什麼錢啦 西方開始看到你 不再防疫了 那你真的跟別人正式 一接觸回啦 那你的經濟究竟怎麼樣呢 那你始終是走別人那一套嘛 別人一定比你還好 好啦 那有待 這幾個自信 可不可以令到習近平 你問我呢 到17年 可能是他最後的巔峰 之後呢 其實就 從特朗普 上一集 開始全方位卡他了 打貿易戰開始 這樣呢 到現在 特朗普就喜歡貿易 貿易那裡卡他 那拜登 基本上跟足的 而拜登是拉桿結派 那麽呢 就 經濟高科技那裡呢 就一直制他 是吧 但是這幾年 這兩年 是吧 特別這兩年 還是在防疫那裡做些不做些這樣 加上一條好戰爭啦 現在是複雜的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裏面呢 老共這套這樣的五大自信 加四個意識 能否幫他渡過這個難關 繼續向世界第一進軍呢 那我們當然只是拭目以待 我不會 就是偉大復興了我的混蛋 我都不希望 就是人就是這樣的 是吧 就是你說偉大復興 你犧牲了香港他了 那混蛋 作為香港人當然不高興了 犧牲了台灣他了 成就這個帝業 全部回來 那我們就打敗美國了 那你台灣人要不要呢 台灣人跟著美國是做人家的 但是如果你跟了老共呢 你就變成了世界第一強國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不肯得過呢 當然不肯了 你想想一下 台灣人就是不肯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永遠就是這些強國啊 偉大這些東西呢 這些三官呢 習近平是上腦了的了 這個就沒得說了 那他以為每個人都要跟著他的 我不是的 我覺得 當你的國家發展富裕起來 我就要問 人民是不是得益 文化上 自由度 生活有沒有改善呢 那他當然覺得現在很厲害了 我們跟自己比 以前比 六四之後那些三十幾年 高速發展了 經濟 那我都不能夠反應的 那是如何呢 飽亂就要撕 不是飽亂 撕浴 就是說 你既然是已經有了經濟條件 你應該改善這個文化 生活 各方面呢 那現在你知道 中國其實很多人都 你問我生存在香港 為什麼還生存在香港 生存在大陸 社會主義不好嗎? 什麼都照顧你 看來好像不是的 比如你大陸很多人是沒有錢交學費的 香港沒有的 已經成功了 這件事 醫療呢 香港的醫療比他還好 走下來治病 那你不是已經全包了嗎? 沒有錢不治你的 大陸 還有這樣的現象 買不起房子 這幾年就買得太多房子 又是亂了的 這幾樣東西 其實 醫食住行 醫療 教育 其實是一個完善社會應有 香港竟然是好過大陸的 現在 齊整過它 香港還是給它搞震 英國佬留下 繼續在那裡發展 二十年之後 給它這樣搞 還是有一個基礎在那裡 是不是? 但是大陸呢 沒心去發展好這些東西 其實有點像當年史太林 史太林 跟著克魯曉夫那些 一美要做強國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些領導人 搞到蘇聯那些人 生活不好的 最終是倒閉了蘇聯 都是因為太著重 要做世界強國 要跟美國鬥 鬥不贏 堅就自己弄了 實際了 分裂了 大家都好了 是不是? 分裂了 現在又想做強國了 普京 所以就 看來就倒閉了 但是老共不是這樣想的 除了一定要收回台灣 或者它都不是急於收 它依然是做世界第一強國才是最大的夢 如果它真的是第一強國 老實說 你不用打仗 可以收回台灣的 很自然的 台灣自己共為 做你的一部分 它也是這樣想的 所以就有這樣的自信 如果有這些自信 就不會以而不極決而不行 行而不實 那20年 即去年十二大二十大開幕 就提出第四、第五個自信 就是歷史自信 居於守衛 寫在報告那裡 它的假設是什麼呢?習近平 它講了很久了 很多年了 東升西港 認為西方開始沒落 現在也是的 現在也是的 你知道台灣有些親大陸的論述 其實它還是 不知道大陸現在還是這樣 因為問題很多 西方的社會 經常看到別人不好的 然後就覺得自己都很好 看不到自己都不好的地方 就認為會沒落的 那我們就 歷史發展到我們就強大了 所以就要有這個歷史自信 那這五個自信 其實它都只是操心疏疏的 那你問我 我有時候 在理論上 我會想想這些 就是哲學的 我基本上是 或者我兩範 不要經常說 我又不是法律又不是哲學 又是哲學又是法律 這兩樣都是我較為擅長的東西 那這兩樣東西裡面 都有中有西的 是不是? 那我都會比較 比較 比如法律不用說了 我不是說大陸法好 很多法比大陸法好 我不是這麼想的 但是西方式的法治精神 絕對就好過東方式的法家精神 就是很多 那它連東方的都不是很做得多的 不是一段於法 多同標準 時時轉 那這個算了 這個比較理論 但是你說 法治、人權、自然法、自然公義這些東西 沒得說的 你比較起來 中國那些法治觀念是一個工具 就是為了政權、為了政治利益服務 當它對 當它真的服務到 打擊了一切反對力量 維持國家穩定 它是想起來這些東西 但是你說西方人權法治理念 是提升整個人民的福祉的 精神不同 重設人的觀念、人的價值這些 西方的歷史決定了這件事 包括它有戰亂 兩次大戰之後 才特別強調人權 我們就是被侵略過 反正我們不是直接捲進去 感覺不同的 歷史不同 那就沒有所謂誰的自信 歷史不同 就會引出不同的文明 但是你看到別人的歷史 弄出這個文明 或者我們是否是否是香港人是否是否是 西方式的人權觀念 私隱這些 我們是很強大的 還贏了李家超 握槍的人 我們在這方面都是 是入了心的 他都不敢忽逆太多 現在已經沒有了民主 香港已經沒有了民主 但是西方式的價值的觀念 入了一般人的心裡面 一副百應 很強大的阻力 老共也要記住 阿超更加不敢說來講去 他又說要重視人權這些 這個是很強大的 其次 就是歷史的自信 講過了其實 我想說什麼呢 還有哲學 哲學我也都幾乎想跟Jason做一下 就是 看看怎麼樣 有機會先不去跟他 或者其他講中國哲學的人 九流十家那些 我都涉獵到而已 我主要是西方的哲學 當然我都很神秘的 覺得東方的東西 我都 是年紀大 有時間才可以看到 不是以前讀回來的 是自己看回來的 你問我簡單比較 在思想水平方面 不要說中國什麼都有 很多思想 人權觀念 或者西方的 各類的理性思考 就是豐富很多的哲學 沒得說 中國的能力學 不錯 可以跟別人一比 其次就是政治哲學 中國人的哲學 就是為政權服務的 幾千年來都是瑜伽 新瑜伽 瑜表法女 其實就是法家和瑜伽 控制著中國人幾千年 來去就是改良 就是改良 瑜伽又新瑜伽 大家都知道 沒有什麼複雜的 那個思想 所以說 有什麼歷史自信 學術自信 理論自信都沒有的 你問我 但是你接觸西方的思潮 那就正 人家的思潮 是很多個西方的一套 人家沒有說 法國人就是法國人的迪卡爾 我們幾個我們就正了 中國人永遠都是孔子孔子 我們這套正了 不是人家的 法國只要是西方的 古希臘帶下來的 無論是哪個國家 西方有名的哲學家有齊 法國有 德國有 黑格爾那些人 馬克思 又是英國 又是德國 就是他的出處 俄國有 瑞士的有 瑞典的有 哲學家 美國的哲學家也有 就是融會貫通 就是你說哲學就是哲學了 引用其他國家的哲學家 還有一些派系 有些流派 英美講分析性強 德國就浪漫古典 講人的主義強 這些事情 再加上受邪教文明 它是比較多元豐富很多的 就是講思路思潮方面 西方 而且繼續發展著 馬克思有新馬克思 新馬克思再有新的馬克思 現在的 正義論 這些 還在近代 70年代才發展出來的 John Rawls那些 它不是一套東西 很多人 我們就不是又回到孔子 一講就回到孔子 這些 作為一個 我還應該有生之年 有機會看印度的哲學 我覺得更加是正的 中國那些比較正的 竟然就是 來自外面的佛教 而適度 佛這件事進來 融會了 叫做 那不是自己傳統創造出來的 古典的 不是中國的古典 馬克思這套 社會主要是西方的 那你有什麼厲害的 何來學術自信 我不是說 就是永遠不要說 我們中國這樣這樣這樣 其他就不好的 用中國做一做一 人家做一、二、二、一這樣 來這樣移分 是不是 人家沒有這樣做的 他們都很有興趣 中國的傳統思想是怎樣的 那套東西是怎樣的 印度的思想是怎樣的 當然他們是比較西方主流 是不是 他們是西方的 那些人 那些知識分子都很想去了解多些 但是中國不是沒有知識分子 他們有興趣的了解西方 一樣有西方的東西 一樣有 西方的人權法治一樣有專家 中國一樣有 只不過中國呢 各國學問呢 就是國學來的 就是由政府當權的 去定於一尊之後呢 其他就不敢多說話 是不是 所以呢 其他那些就壓抑了了 那現在就是共產黨說了 就是這樣了 共產黨那一套呢 他就說到自己很正 他就代表整個中國 說到自己很正 是不是呢 拭目以待啦 強於一時 我們看歷史好 看哲理一些去看問題 就自然知道是很膚淺的 但是啦 沒有辦法啦 一個草包現在拿了拳 十億人 都要聽他說話 一句半句 說幾個名稱出來 宰相那個怎麼發揮 都發揮不了多少東西出來 本身就是弱的 就是理論是弱的 但是說有自信啊 沒有自信 那你是不是想拘捕啊 那其他人就 就是 幫他理論化他 你看到 胡錦濤又不是有學問的 很有理論的 但是 你回去一個純粹是學者 我們這些 去研究去分析去思考這些東西 那當然覺得很粗疏 全部都不只粗疏 簡直是一塌糊塗 提出這些東西 那歷史就很短的 所以我們都不用生氣的 你說我今天講開 這個五個自信 其實他一是一樣 這麼有自信 突然間 為什麼馬上廢了呢? 要跟回 一個白紙革命 馬上又不一樣了 可見他都不是 這麼有自信的 相當害怕的 對於 老閘對於現在 他無限風光在險峰 其實相當 相當欠缺自信的 整天在喊這麼多自信 叫大家一起喊自信 只有一件事 只是反映一件事 就是 沒有自信 自大 用自大掩護自己 沒有自信 自信心不夠 那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 表面非常強大 但是心裡面 就非常的空虛 我空虛 又怕 我們處於這個時刻 其實好像很灰暗 但是也可能是大變的前夕 多數是 因為去到一個樽頸位 就會出現一些大的變動 衝擊 我們知道怎麼自處 還有 還有 超哥如果在我補習 我就多說一些 都不用了 又公開了 剛才 五個自信 快些背了 然後 你都可以做專家的 其實 你自己作就行了 他都沒有的 其實沒有的 我們中華民族 這麼久 當然有歷史自信 我們沒有學問 我們這麼多學者 我們有學 我們到馬克思理論 不行嗎 蘇聯那套不行 我們已經進化了 所以我們是世界第二強國 如果美國不是左頭左勢 不是卑鄙地 用不同的手段 阻礙我們成功 我們已經騎過他的頭 這幾年就已經追過他 現在都阻礙不了我們 十年內 大家就看看 是不是十年內 你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要別人聽你的套路 以後大家聽我說 是 那麼 如果是這樣都挺大的 我相信就 將來怎麼發展 現在是猜不到的 是猜不到的 不過講到這樣 也都已經 比較長期了 是不是 好了 那就當完了 這個禮拜 好嗎 都夠了 多謝大家